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方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方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说一下风向大变 那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作为 欧盟第一强国 其实他们很多的民意都是一个风向标 因为他们左右着很多的大政策 作为第一强国德国 原来他们民众最大威胁 之前是俄罗斯 现在 时而世易之下 转了 转了是什么呢? 我们说一说 现在第三个年头 就很快到是真真正正的两言足 西方国家对于援污 你说没有法力呢? 没有 是假的 不然你就不用这么久才能通过 共和党也是看饭吃饭的 他们看到的民气是这样的 我知道美国共和党为什么呢? 只是参议院通过了 还没有批 讲明 要两院批 民众对于俄罗斯的担忧呢? 原来他们最担心的是俄罗斯 你猜猜最担心是什么人? 穆斯林 不是 最担心就是 移民 他没有说哪里移民 担心大量移民 原来他们最新发布了2024年 莫尼克安全指数 显示德国人已经不再把俄罗斯视为最大威胁 原来德国人当俄罗斯的威胁 排到第七了 排到第七了 这么厚? 俄罗斯战争这么严重 也排得这么厚? 因为 是不是觉得 好像这么多年来 你说动手都好像没有向你动手 去年原来 同一个指数 俄罗斯 是排第一的 78分 今年下滑了10分 排第七 一同七差几远下 目前受访的国家当中 原来只有 这个也挺好笑 最搞笑 是日本和英国民众仍仍然将 俄罗斯视为投号敌人 这两个国家 说真的 在欧陆 当然 在欧洲大陆 不是英伦三岛 其实也挺远 日本有关于什么? 不是 可能它不关我 是领土争议 是领土争议 因为 当时有媒体爆裂 其实第一件事不是打算向 先动它 是打算动日本 但是 对于俄罗斯的担忧 下滑了11分 日本对俄罗斯担忧其实没有变过 但是日本人对几乎所有潜在威胁的担心都会上升 当前 乌克兰 当然 继续有战争 在乌克兰内部 扎尼斯基也在重组 他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层 而西方国家 已经很艰难门巫 欧盟虽然 今个月通过了一项 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罗的 财政补助法案 但是 这个数字几乎是不够的 另外美国参议院 通过了一个法案 但是 众议院还未批 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办 特朗普 更加威胁 有什么呢 不关我事 出了事 军费不达标的北约成员国 你不用指望我会帮你 令到很多欧洲的国家很担心 原来只有 那么少人是担心俄罗斯 相对来说 另外 另外一个民意调查也显示最新的 百分之三十九的德国 民众认为德国为 乌克兰提供太多军备 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觉得不够 在欧乌战争 之前 德国长期拒绝向参战方输出军备 冲突爆发 迫于国内外的 这个压力打破惯例 并且承诺将GDP百分之二作为军费 但是这个百分之二 当时索尔茨说得很大 时代改变了 结果是没改变 因为没达表 时代的转折 是没有的 当下 德国政府 一方面 遭到 很多西方的所谓人权分子批评 为什么 你没想过乌克兰人怎么办 但是也有人 说他们还没在安全问题上 用得够多钱 一方面 也遭到国内农民的批评 为什么全部钱给人家 他们做什么 为什么不花在国内的公民上 其实这个最新的 莫尼克安全指数 也证明了国家 现在更加关注自己国家的 内情 就是国内的状况 这个 卫尔茨说这个叫撕尼 废话 其实他之前 不知道是否撕尼 也是撕尼 但是现在 不同了方向 这个报告也 是说 西方国家 虽然仍然是 乌克兰为盟友 但是对他的整体好感 是回落的 正常的 要 又好像从来 都没有 是满足过的 是的 看回欧盟 第一强国 第一强国 德国 德国人最担心 原来 大量移民的涌入 这是第一位 刚才你说的 伊斯兰 极端 主义者 才是第二位 亦比上年 升了 5 和13分 虽然德国已经改变了过去热情邀请难民的态度 但是对于其他 欧洲国家来说 其实好像 奥地利 瑞典丹麦等等国家 其实 德国并没有推出较为严厉的 移民限制法 其实相对来说都算松 其他国家更加严 在2022年有270万人移居德国 占德国人口 超过3% 关于大量移民和 伊斯兰极端有 的担心 都可能和部分 调查时间段有关 相关的问题在2023年 年尾左右做 即是以巴冲突之前 当时西方多数国家主要爆发了支援 不是 是以巴冲突之初不是之前 也爆发了支援巴勒斯坦的示威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争议 激化了对于移民问题的讨论 以反对移民立场著名的 德国右翼 政党另类选择党 曾经多次说过 强调 不允许在德国内部出现另一个架杀 他们政党在去年11月 对于 大规模 移民遣返 他就说 这个要讨论 他就说有些人是没有被同化 所以就要将他们遣返 提出是改变社会主流对移民的一些认识 另外 UGAF今年1月公布的调查也显示 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支持率 其实 就是升到 是第二位 只是比 反对党 机密盟 的29% 低5% 除了对俄罗斯的担忧有所下降之外 德国人其实对 能源危机 量食短缺 金融危机的担心 原来反而有所下降 但是能源和量食价格仍然是远高于新冠前的平均水平 应该没得回头 并且依然面临供应链 的风险 德国政府之前发布的数据也看到随着 高涨的能源和 食品价格德国的GDP 其实2023年经济倒退了0.3% 意味着 德国是去年 经济表现最差的经济大国 德国联邦统计局也说 在2023年德国的整体经济发展 在多重危机下 暴雷盆山 而危机仍然持续 你知道为什么 他真的用很少饿气 没那么多 也有很多公司走在美国或者中国 和2022年同期公布的数字相比 当时大家对于粮食和金融危机 担心更加厉害 实际上 和2021年首次公布的 这个数字 是相比所有发达国家平均担忧 都在上升 发展中国家 反而是持平或者 回落 值得注意受访首个国家当中 中国民众 是唯一 这个是西方做的 之前习近平骗人的 中国民众很担心 原来不是 是你西方自己做的 中国民众 是唯一对所有潜在威胁的担忧度 都有所下降的国家 几乎所有指标担忧度 都是占底的 我帮他兜兜 那当然了 共产党帮那些人洗脑 其实中国没那么好的 老实说 你有没有去做主国 没有 你有没有去过新疆 没有 有没有去西藏 没有 为什么都可以叫涉疆涉藏专家 没有去过不代表不是专家 这样也可以 但是 你起码也有一定的认识 而且他语言也不懂 我们经常说 如果要了解一个地方 起码知道语言 可能他跟一些为人 有些谈解释几句也不出奇 你真是说什么涉疆涉藏专家 我就知道是郭欣 你真是 那当然西方要利用你来打压中国 那当然是说你好东西 是吧 是吗 那 暮尼克安全指数是由暮尼克安全 会议组织 在会前发布的 那今年 暮尼克安全会议 就 在16号 举行 这个 形式是第 说都挺厉害的 第60周年 2002年 暮尼克安全会议 曾经是普京最后一次 跟西方 多个国家领导人见面 在会议结束几天后 就宣布 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当时人家说他肯定开会 他就 估计不了 另外说 俄罗斯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曾经说 你不付钱 俄罗斯就攻击你了 其实欧洲国家当然是担心 他们反应相当强烈 法国总统马克龙 和德国总理索尔茨这两个大佬 亦都呼吁欧洲加强军事合作 是回应特朗普的 因为 他是指北约 他们已经说正是靠北约是不够的 最怕他 傻傻下这样的退群 或者叫你收费 其实之前法国一直为整个欧盟联军 其实我觉得 你或多或少都有支兵会好些 法国外交部长 蔡玉以来 他就说 欧洲需要北约之外的另外一份 是保险 有必要建立欧洲自身 为 国防 作为一个基础之上的 军队 做好冲突准备 亦都担心特朗普 他这样煽动那些人 连美国民众都觉得 现在欧盟是在吃 欧盟这些国家在吃美国的红利 他经常说你拿来着手 拿来着手 原来 法国外长和德国外长贝尔巴 很久会听他的名字了 波兰外长 在巴黎以西 进行了 魏马三国机制会议 这三国协调立场 加强合作 三国外长一致强调 在维护北约的同时 亦有必要加强欧洲自身的安全建设 这次峰会聚焦的就是日益严重的安全风险 和对特朗普 可能再当选的担忧 波兰和 法国和德国这三国家 现在寻求更加紧密关 因为 德国也是法国的邻国 波兰就是德国的邻国 大家放在一起也挺好的 波兰、德国、法国 看来美国内部政治的对抗 其实是动摇了对乌克兰的援助 此时此刻 欧盟在防务上的团结 以及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显得很重要 但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就另外说 欧洲必须齐心协力 因为这道关系 如何应对特朗普再次当选 我们没有时间 第一件事就要拥有更加强大的 国防工业实力 网是这么说 一时三刻 怎能加强得这么快 但是德国的钱 你使得很紧张 很难 德国有很多 宪法制肘 因为他们是战败国 大家知道他们有很多宪法制肘 法国 亦在 之后开了联合记者会 除了北约之外 还需要另外一份保险 没错 我们需要第二个保险 不是取代北约或者对抗北约 对于北约 我们是主要的 另外我们也需要其他补充 欧洲有必要建立 以置身为基础的国防工业 法国这样摁摁摁摁摁可能真的能够搞得到 国防工业 但是法国总统曾经说过 其实我觉得整支摁摁也应该是真心说的 現在有特朗普的不穩定因素 他推一下 真的可能能搞得到 沒錯 但當然不知道特朗普能否當選 因為現在租金的勢 都開始上升了一點 剛才提到要保險的話 也是要整理的 向著方向 因為你不知道 沒有特朗普之後會否有些右翼 沒錯 共和黨黨內看得好像 好像一侵 好一點 我學習他 比特朗普更加特朗普 那些人現在要這樣搞 全部翻版特朗普 你要像他這樣才贏到初選 你要知道 只要這樣才贏到初選 以後 如果共和黨人可能都是他的類型 全部都是這種人 特朗普在南卡羅納州的一場競選集會上說過 他將鼓勵俄羅斯對美 你行財政義務的北約盟友為所欲為 我說過每個人都出錢 他們說 如果我們不出錢 你還是會保護我們吧 特朗普就說絕對不會 特朗普也說 一位大國的總統曾經問過他 如果他們沒有出錢但是遭到俄羅斯 出兵的話 美國會不會提供 保護呢 特朗普說不會 我絕對不會保護你們的 他對這位總統說事實上我會鼓勵俄羅斯 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 所以你一是出錢 必須支付自己費用 其實他就是 付錢付錢付錢 北約的核心 其實就是第五條 集體防禦機制 也就是 對一個成員國 如果發動攻勢時就視為對整個 聯盟發動攻勢 對於特朗普上述言論 意味著一旦特朗普再當選 將會放棄 執行作為北約核心 集體防禦機制條款 的一方 而且是他最強的一方 說句老實話 特朗普對北約多年來的看法 都不是什麼秘密 他看不起利用 你不能利用美國的實力 而 是 為所欲為的 這也是他這樣說的 我覺得非常正常 雖然一些人認為特朗普的話 跟他任何實際政策無關 但是 亦都 擔心 怎知道 他不知道你什麼時候真什麼時候假 是吧 也有人說他為了彰顯自己 只是關注內政 不理外交 但是他的言論 令到整個歐洲是不寒而律 這個並非特朗普近期第一次暢衰北約 其實1月27日 他內華達州 拉斯維加斯 舉行競選集會時 也說過 如果美國受到攻擊的話 他不相信北約會站出來 是幫我們防禦 但是你想想 最強的國家都被人 他都幫不了你什麼 你最強的 特朗普的言論 也加強了 是關於美國 會削弱北約的 這個看法 你說削弱 我不知道會不會 但是他這麼說他肯定 起碼逼你出錢 就在法國 德國和波蘭外長會晤的時候 德國總統 斯泰一馬爾 總理就去 和法國和波蘭見到斯泰一馬爾 他去了另一個相當特別國家 就是塞浦路斯 原來塞浦路斯 特朗普這些言論不負責任 幫助俄羅斯 另外 作為北約國家 二佬 自稱為二佬 或者假裝二佬 假裝大佬 他想假裝大佬 但是做不到 英國 外交大臣卡梅倫就說 特朗普這個言論毫無幫助 我們當然希望所有 他就說希望所有國家 像我們一樣 防務支出達到GDP 2% 但是他認為 希望還希望 但是 特朗普這樣說 不是名字選擇 其實他就是 想說 我知道立陶宛做不到 另外另一個也做不到的國家就是 愛沙尼雅 他們說 總理呢 卡拉斯就說 我認為 美國總統候選人所說的話 可能 會喚醒一些 尚未採取 行動的盟友 當然 其實很多人就說 很魯莽 很魯莽 因為北約 的信條是什麼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不錯飯 不錯飯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 多謝各位 再見 拜拜